欢迎收看丁杰斯料的小杰 今天六言神社2024年8月29号 今天要来讲的是饭店 今天要来讲两间东京的饭店 我现在都想把这个东西都缩减的短一点点 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可能伦敦还有三级饭店还没有上 因为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我就尽量把同一趟旅行的都会尽量在同一周放 但就是因为想要同一周放 所以有些就会一直往后推 我应该会在 你知道我毕竟还是有时候会不想录音 所以我会在某些我不想录音的时候 把一些库存给放上去 就是这个伦敦跟杜哈 杜哈我住了四间 伦敦我住了也是好多间 还有曼车斯特也有 所以这个我会慢慢的再上 毕竟饭店这个系列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 那就是我们还是看怎么样子 会比较符合大家的胃口 今天要讲两间饭店是东京的横滨洲际 横滨洲际 Pier 8 跟东京Edition 东京Edition这间饭店我已经开箱过了 我这次也会稍微带过一下 其实可能会主要是讲周际这一间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周际这一间 周际这间我先讲入住的价格好了 周际的 Pier 8 其实旁边有一间老周际 那我新的旧的我当然是选的新的 那我之后可能会去旧的看看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旧的的价格其实看起来蛮漂亮的 就是很怪那个价格我以为是皇冠之类的 那个价格真的是蛮低的 但确实Pure 8是一个比较新比较高级的饭店 那我这次入住的价格 我应该是用大概6万5千点左右去订的 我觉得还算划算 然后我订了两晚 本身我是钻石 所以钻石然后加什么大石之类的 所以说它有保证延退跟升等什么东西的 那这一次我其实用6万5这样乘以2两晚 所以是花大概13万点数 其实蛮高的 其实蛮高的 但这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旅程 所以我想说我们就来升等 我们就用了我的套房券 那套房券加上我有Launch Pass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相当相当完整的周期体验 那这个套房券压上去呢 它就给我的两个选项 一个是One King Junior Suite 然后另外一个是Two Twin 就是讲简单点就是最小套 小套然后有两个可以选 一个是单窗一个是双窗 那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人 有分享说其实One Bedroom 这个One Bedroom Suite 就是我最后入住的这个房间 One Bedroom Suite 其实是可以套房升等的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升到One Bedroom Suite的话 我觉得很划算 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为这一间套房 大概也是要两万 应该两万五台币左右吧 那不要忘记 我们原本的这个价格 我说六万五千点的话 算零点一六的话 我大概初估大概在一万块台币左右 所以基础房我们用一万块左右的台币的iHG点数去订 然后结果我们被升等升等到最后可能会是两万五 如果有套房就压下去 那这个增值空间是蛮大 其实iHG我觉得有点被低估 这个我自己最近就是努力的在研究iHG跟亚膏 因为其实另外两个 另外三个集团就已经 就已经那小时候玩的啦 小时候玩的 我知道有些听众想说 我可不可以开箱一点西尔顿的饭店 会 但是我一年住西尔顿 应该就是一晚到两晚 那我之后再努力的去帮大家开箱 这个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东西 其实是可以跟我讲的 那我就会尽量去住住看 因为你知道我有时候住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或者是说 有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就住我习惯的 或者是看哪有便宜就住哪一个 那如果大家有去敲碗的 那我就可以住住看 那像那个西尔顿 我目前在看的是 东京抗来德 大阪抗来德 跟苏美岛抗来德 就这三件 但之后再说 之后再说 这个还有机会 因为我要把面房线给用掉 好 那今天这个PLA我们继续说 那这个价格你可以从1万块 然后升等套房 大概至少到2万或2万5 然后先讲细讲 这个两个房线的一个差距 One Bedroom Suite 其实是一个有阳台 L字型的阳台 而且是 你可以看得到旁边的港景 这个横滨是一个港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一个PLA本身 它就是坐在港边 它坐的造型很像是一个高级的游轮之类的 所以很有趣 很像一个地上的游轮 但我不建议大家有没有gay到这个点 大家去看到外装就知道 其实确实是有点像一个游轮 那这个One Bedroom Suite 这个房间 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 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 当然它的空间来讲 以一个可能不是基础套来讲 我是觉得有一点没有到那么的大 但是这是东京 很想想说算了 真的是算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间房间 第一个很新 然后很舒适 然后有一个L型的阳台 但我这边特别讲一下 如果听我在东京旅游的这一街流寄 应该知道说 我们去那个时候 天气非常热 很冰的温度是摄氏34度 摄氏34度 我们那时候在房间内的温度 大概是26度 他们的中控台已经有 他们冷气是同一控管的 但是这个同一控管的温度 它一直降不下去 所以我们不打电话 我们就打电话讲说 我们希望两点 就是我们发现中控台 调风量或者调温度 他们都不会 空调都不会有认真的改 所以我们其实连换了两间房间 我们原本是 One King Junior Suite 就是小套 然后后来这样子 换一换他们 就给我们这个One Bedroom Suite 其实温度都一样 其实温度都一样 但是One Bedroom Suite 这一间房间在客厅的部分 它有个电风扇 电风扇差很多 电风扇差很多 我现在我就是去了横冰之后 才发现说 电风扇是真的有它的威力 并不是只有在什么老家 才会看到电风扇 因为坦白说 我现在都不太会开电风扇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事实上它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反正在这边 它就会帮我们降到大概半度 跟这个一度 或者是体感 你会觉得说 比较凉快一点点 但其实温度还是差不多 但anyway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在入住的时候 发现温度有点低 然后调一调不低的话 你就直接果断跟它要换房 我不确定 会不会有其他的情况发生 或是说你去入住的时候 说不定入住的时候 根本就是外面是28度 虽然还是很热 但是太阳晒进来 你房间里面不会变成桑拿 所以我觉得是这间饭店的一些小事物 我是觉得 为什么不贴隔热帖或什么的 我是觉得 你知道车子有那个车子隔热帖吗 至少要挡一些这种 不知道是紫外线还是红外线这个东西 让那个热感不会传进来 我觉得这是蛮基本的 但是好像这件完全没有做 所以在房间里面跟在走道上面的时候 就是在外面走廊的时候 只要是阳光曝晒 或者是说你是面garden 它有一个花园 你是面那一段的话 你真的会热死 真的是会热死 但你避免的方式 当然就是你可以先写写看 然后就写说 我边很热的 有朋友入住觉得很热 或者是说 我是觉得如果 外面没有上34度那么热的话 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那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进去体验一下 然后就换个房间 就跟他讲 我自己在所有的聊饭店里面 我都会诚实的告诉你说 我遇到什么问题 但不代表你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也不代表说 这个饭店本身有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理解这件事情 而是说 可能你会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遇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要怎么解释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自己去的时候 我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我想说这正常吗 然后我们抵这个bug 抵了两个半小时 我们花两个半小时才发现说 不对 好像是我们的问题 不对 好像是这个房间问题 我发现是确实是房间的问题 那是因为我有台温度机出门 那正常人不会带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你发现温度不对劲 然后可以问问看 然后真的不行的话 请求换房 或者是跟他们调状况 就是聊一下这个状况 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然后他房间最高 听说是可以升到 那一层房间 那一层房间 其实跟一般的小套 就是One King Jr. 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 其实有点差距 它的 我其实觉得这件套房 当然漂亮归漂亮 但是它本身 大前我们去的金普顿 曼谷金普顿 曼谷金普顿的基础房 大概就跟这个套房差不多 可能还比较大一点 曼谷金普顿超级巨大 一般本就超级大 但这边 这不是套房吗 怎么会有一点点的小 有一点点小 当然它有客厅也有 然后也有这个工作桌也有 然后厕所也是蛮大的 但就是就有这样子 那在周记的 像他们的这个备品 是用的是Burrito 不知道那边Burrito 还是Burrito 应该是Burrito 那他们用的是热带爵士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回到我刚开始闻 我觉得不太喜欢 但我后来因为我们觉得说 哇这个温度要是还不错 而且吸起来这个 整体的感受都相当相当好 我是觉得Burrito被评 是很值得一试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 你 它整个厕所 它整个厕所只有附一组 只有附一组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玄妙 因为它是有一个蛮大的浴缸 它有一个蛮大的浴缸 而且它还有淋浴区 淋浴区跟浴缸其实是分开的 是分开 但是理论上通常这样子就会放 通常就会放在淋浴区里面 放一组 然后可能在外面 在这个浴缸这边 可能会是放一个肥皂之类的 这样就好 但是它们很奇怪 它们是把这一组的 Burrito放在浴缸这边 所以我要淋浴的时候 我想说 为什么我淋浴间是空的 淋浴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很有趣 那当然这个理论上都能拿走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问一下柜台 有没有什么卖 我自己是 就没有问这个东西 所以帮他提供大家这个资讯 我觉得Burrito 其实我个人越来越喜欢这个品牌 大家知道 我对于香氛可能就是DipTick跟 Burrito我个人都很喜欢 大家还有那个NFK 但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少 这种沐浴背品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去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可以带一个小瓶子 拿来装一下 跟我一样 我就带一个100ml的小瓶子 就装了一下这个东西走 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吹风机 他们吹风机是用Penasonic的 这个版本也是蛮新的 但不是今年的款式 不是这个今年我们新的 今年其实又出了一个新的 然后不是把它搞得很像是 Dyson的那个吹风机吗 有一点造型有一点点像 那会是在前一版的那个吹风机 那吹风机也是蛮高级的啦 也是我是觉得那个已经非常好用了 那个从某个方向来讲 我觉得那个可能比我们现在这个 这种长相像Dyson好用 但没关系大家就各有所好 但我觉得这个吹风机相当相当不错 一个房间它可能是 这样子基础套来讲 我是觉得已经很好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这个是Junior Suite的部分 那如果你升到One Bedroom Suite的话 这边的吹风机是Dyson的 所以很显然它这个是小套 跟可能中套吧 One Bedroom Suite上去 还有Two Bedroom Suite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他们 有切一个等级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吹风机 是不太一样的 那背屏的都还是一套 相当相当神秘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那在One Bedroom Suite这边 虽然它是比较高级的套房 但它的浴室比较小 我觉得相当悬 相当悬 就是这些的这种格局 我建议大家上网去 去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喜欢厕所比较大的 那你可能会比较喜欢Junior Suite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阳台 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既然有个L型的双面采光的话 那可能会是One Bedroom Suite 那这个就是 我个人当时偏好One Bedroom Suite 因为脚套绝对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实际上大小 其实都不够大 我觉得都不够大 所以就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那先讲一下机能好了 我先把机能讲完 就正楼下有一个7-11 这个7-11是黑色7-1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标签是黑色的 但就蛮酷的 那里面呢 一大堆的酒 里面的酒可能有300种 也没有大概300种啤酒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状况 就是一堆啤酒 我想说 其实我只是要买一个什么利盾奶茶 或利盾什么红茶之类 柠檬红茶 完全找不到 我完全找不到 然后这边的什么牙膏牙刷 也是很容易不见 我说很容易不见 是很抢手 有时候会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坐到这边的话 你可能就是经过7-11 然后你想说 这个东西你要买 我建议你可能就先买一买 因为有时候会不见 而且他们补货速度 通常有点隔天才会补 那隔天你可能check out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常要买的东西 他都没有 就是说我要买笔 我可能要买一个笔记本之类的 然后就不会有 所以这边一大堆饮料 一大堆饮料 一大堆饮料 但是很多都是酒精 那这一间的话算蛮大的 但是货跟我平常遇到的7-11 不太一样 我比较喜欢比较普通的7-11 就是一般的7-11 这一间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像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 还有一些这种伴手礼 好像有一些伴手礼的 这种柜台这样子 那他旁边还有星巴克 这个附近旁边 当然还有这个 我的救命人就是星巴克 星巴克的话 营业时间 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星巴克这里 其实是在一个小mole里面 这个mole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所以如果你觉得 周期的东西太难吃 或者是 我没有在暗示它很难吃 我是说如果你觉得很难吃 或者太贵 你可以考虑来这个 他们楼下旁边 有一点点这个 你就是把定位定在星巴克 那一栋就有很多东西 可以吃 有拉面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坐在这边 其实蛮方便的 蛮方便 那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方便一点 我会住横冰 但想必我是一定是飞雨天 不会有人住 飞那个成天 然后要到横冰 这个真的是要命 所以如果你今天从雨天 然后要来往这个 横冰周期的P&A的话 它其实是有借博车的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两个小时一班 而且一天好像只有三班还是四班 所以强烈建议你稍微抓一下时间 这个要视线查 视线查 这个Shadow会从雨天机场 然后搭巴士之后 然后一路这样去绕 绕到很多在横冰附近的 像Westin 像是什么的 然后包含了这个周际 老周际跟青周际 都会经过的样子 就会在这附近的所有饭店 绕一圈 那大家还是要抓一下自己的时间 那如果你的时间 没有这些巴士的话 你可以在可能问问饭店 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接驳 那我自己是没有查 因为我就是想说 喔有 那我就这样子打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很疑惑的话 我就觉得在这边的Uber 我觉得都不会太远 其实你今天是从JR站 就是横冰的JR站这样过去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距离跟价格 所以这边我是觉得 虽然它在港边 但是它这边就有成立了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氛围 就这附近呢 很像是博尔吧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 很有趣的氛围 它你知道你在东京的外面 理论上它不叫做东京 但是你知道你在东 你知道你在一个 你知道你在横冰 你知道你在日本 但是这边感觉一点都不像日本 这边有很多很多人 牵着小心犬 在旁边这边跑来跑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带就小心犬 就是这边很多人喜欢 养那么很小只很小只 我非常讨厌的这种狗 真的是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 这种狗 它都很疯 但这边呢 每一个人手一只 很可怕 就是一堆人在这边 就是遛狗什么的 很病是不是 捕住小心犬 还是怎么样子的 那它当然 它也有很多 很有善的东西 例如说旁边有那种 给狗狗专用的 那种喝水的地方 还是什么 反正就有个水龙头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很酷 我想到哇 这个地方 真的有别的 别有风味 我坦白说 我有点意外 我有点意外一点是说 我以为我就是来一间洲际 但是这附近的东西 还蛮有趣的 那当然这附近 要有这种氛围 就不会有那些 很简便的东西 例如说你要逛什么 UOQ UQ吗 对 UNIQLO 或什么GU 或什么Muji Big Camera 这种东西 来进到JR站附近 JR站附近 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你要搭一段时间 你要搭 不管是搭巴士 或者是你要搭这个建车 都需要一点时间 那巴士的话 横冰 B&A周际的话 你一出站 你一下楼 下楼的话 那就已经到了 他的巴士站 其实就是在他的门口这边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今天想要一个 惬意的旅游的话 或者是说 我不强求说 我一定要吃什么 一篮 Fluet之类的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适合 你不知道干什么时候的地方 来的地方 当然横冰 也没有那么多很好的东西 像横冰的中华街 我不知道那算是中国城 反正就横冰中华街 我觉得相当无聊 我个人觉得相当无聊 但是很多人会去逛那边 所以 如果你有一些人 他还是想要去逛一些这种 比较多旅观光客会去的地方 你也不妨去 这个中华街 这边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很多东西 东西东西什么都在这附近 那中华街附近还有一间饭店 就原本有想住的 就是这个横冰的凯越 那横冰凯越目前是Category 4 所以我觉得这一间蛮不错的 它的地理位置 跟它的给的东西 我觉得CB值算不错 但就是那边 我也觉得没什么东西 因为我就不喜欢中华街 所以反而PHA给我的感觉 是比较好的 尤其你从房间 就可以看到这个港边 你晚上你就会看到 那个港边就有人这样子 就有一台船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样子路走了 然后当然这边有一点小缺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很多标载 很多标载 我以为我住在阳津公路 还是什么的 现在有人在那边标吗 不知道 他会不知道 我不懂这个 反正就是就很多人会 会有那个 就很多标载 在那边标来标去 所以那个外面有一点点吵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种声音 很敏锐的人 可能要戴耳塞 或者是不要住这边 但我觉得戴耳塞 应该可以解决 所以这个东西 就有给你去一些参考一下 所以房间价格讲了 我们来讲lounge lounge我超级出乎意料 lounge我没有加任何的钱 因为有lounge pass 因为我应该最近两年都会lounge pass 所以我最近会 发现我很常做iG 觉得我很常做舟机 就是因为lounge pass 我想说来用一用 我来干净用一用 我个人觉得lounge pass 是相当相当的值得 怎么说呢 lounge的话一天是午餐 也就是说从早餐 然后brunch 下午茶 然后cocktail time 也就是算是happy hour 然后还有night cap 算是宵夜吗 这个有一天是有午餐可以供应的 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 都可以吃 那这个早餐的话 因为理论上 社团有人会分享说 其实他们还是建议说 你的钻石 好像换早餐 不要换点数比较好 然后换早餐 然后你就可以去 吃不是酒廊的早餐 因为理论上有lounge pass 你就可以吃酒廊的早餐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自己都还是会选择 就是跟大家一起吃一样的早餐 因为我觉得酒廊就是人比较少 但有时候选择比较少 人比较少 对 然后再来就是brunch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早餐整体来讲很不错 我觉得就是不错 但再来是下午茶 下午茶的时候 它会从2点半到4点半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给你 它会有一个set 这个set就是它会用摩天轮造型的 类似摩天轮造型的一个盘子 就是一个架子 然后它端出来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架子这样端出来 然后大家准备 有时候会准备10分钟的时候 准备半个小时 所以大家也有稍微要有一点耐心 但是这个下午茶整体来说 是蛮好吃的 会有两层是甜点 有一层是咸点 然后你当然也可以点一些茶 点一些茶 饮料什么东西的 他们茶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再来是5点半到7点半 这部分就是他们会写说是cocktail time 但是这边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可以吃 那么会有一个小set 这个set呢会是 他们有热食 他们有热食 然后甚至还有汤 还有一些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并不是随便拿的 它就是会给你一个set 然后只能吃一个set 然后只能吃一个set 因为我想说 这东西蛮好吃的 那像是有一个set 它是有羊肉跟牛肉的样子 那当然这个牛 我是觉得有点缺点 就是说东西却好吃 然后你也知道说这个牛是好吃的 然后是品质不错的 但它温度不太行 然后温度有点像是复热的感觉 或者是保温 那我觉得蛮怪的 那它有个汤 那个汤是用玻璃子装的 我就觉得也蛮酷的 那里面的汤倒是非常非常的烫 那反而是那个非常非常的烫 然后这个羊啊跟牛啊 就是温度还好 但是整天讲是非常好吃 这个东西是小而精致 所以在这边你要吃到饱 基本上有一点点的难 那如果你要吃饱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 它其实都有那种可以拿的东西 那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像是可能是熏鲑鱼啊 然后有一天是有 有那种烧 炙过的那种鲑鱼 那种鲑鱼 生鱼片哦 就生鱼片啊 因为我是生鱼片 我是非常喜欢吃生鱼片 所以我就拿非常非常多 应该拿到四个还五个吧 我就一直在那边吃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不要期待说你可以吃饱 但是你应该是可以吃到不错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这个cocktail time 那当然这个毕竟是cocktail time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酒 你可以选择各种的酒 那从红白香槟美酒 什么你想到大家都可以 那当然有点好酒 你就可以尽情的选择 那这边的服务的人 我都觉得也是人蛮好的 但是他们的上餐时间 真的有一点点不稳定 就有时候很快 有时候很慢 慢则是半个小时 所以大家要来的话 如果很饿啊 或者是跟这种 你知道如果很饿 就会发脾气的人来 我建议就是可能要早一点来 那我是说 就不要等到饿的再马上进来 想说马上吃到一些东西 确实当然会在旁边的台 会有一些小东西 但是那个比较不像是主食 那个比较像是说 如果你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或者是补充一点 这些淀粉的话 那都没有问题 那这边值得一提是 这边的蜂蜜非常好吃 这种这里的蜂蜜啊 可是它是可以给你夹面包 或夹很多东西 不然下午茶还是给晚餐 或者这个cocktail time 就是happy hour 跟早餐 他们的蜂蜜都很不错 就是很神秘 不知道为什么蜂蜜很高级 那所以这个整体的lounge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值得去 就是相当相当的试着去一下 那如果我住的话 我一定都是会去的 我一定都是每一天都会包到 但是至于说 它是不是会吃饱 其实不一定 所以也给大家一点这个option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到这个隔壁的楼下 这个拉面 或者是有点像美食街的地方 去稍微吃一下东西 那毕竟这里还是一个港便 它的选择可能不会像是 你平常住在市中心 那么来得多 那所以这个就是lounge的部分 我觉得lounge整体来讲 我是可以非常高分 我是有点意外 我是有点意外 因为去过其他的lounge 也第一个 也不一定是午餐 不一定是给你午餐 然后再来是说 整体的人也都还蛮安静的 好像也几乎没有死小孩 然后也可以坐得非常舒适 可能两个人可以坐得很大桌子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他有一排是港边 就是他沿着港边的这个view 也都蛮漂亮的 所以也是蛮推荐 如果你有来的话 一定要去一下club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间我是算推荐 算推荐 然后就是价格你就可以接受 然后如果你有套房具 那就更棒了 那再来就是注意一些小点 你就可以在这边坐过得很开心 然后再来交通也要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交通室 你要先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再不会拜信而归 然后再来是附近的景点 你可以就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就是饭店就是景点本身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就附近所有东西 我都要逛一只轮 这边 而你可能会很需要搭巴士 就是或者是说 你还稍微理解一下 他有两个 他有个巴士在那边绕来绕去 或者是搭Uber 也是可以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讲Edition Edition的话 这间我住过第二次 我其实前一次住这边的时候 我对他的评语就是 就不是很好 就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Edition这间饭店 我觉得概念很怪 我说的是Edition的Edition 不是东京Edition的 东京Edition 就是Edition这一个系列 我住过巴塞隆纳的 我住过这一间的 还有我还有哪边 忘记了 反正应该就这两间 但是Edition到哪边都长一样 但他都给我一种 莫名的廉价感 我很好奇 为什么他可以给我这个廉价感 我就开始去研究一下 或是开始去想说 为什么 我常常发现说 他们的装潢都不太 可能没有那么的实用 或者是说 他们给的这种木材 是我认为比较廉价的木材 不是说你木材一定要怎么样 而是一定要10亩 当然10亩最好 但是你会感觉到 插着这边的地方 都是用那种浅色的木材 你知道浅色木材 我都会觉得 这是IKEA出的东西 然后我敲一敲就觉得说 哇这好像是贴皮 到这种很廉价的感觉 就是我到这边我会很痛苦 我花了多少钱 然后来出这个地方 那我先讲我花了多少钱 我花了7万多点数 有人问我说 他订到的时间只有8万点 9万点就9万点一个晚上 7万点其实很少 大概7万4左右 其实很少的 你一个月 你打开月历来看 他这间的点房都会在8万5以上 然后一直到10万 甚至10万多 我是觉得要花那么多来订 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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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真的 你要去订这间 我在想说是不是虎智门凯月比较好 或者是 大家评价很差 但是我评价还不错的东京凯月 因为我觉得东京凯月就是长那个样子 他还Category 4 现在我不认为他还没在接客 但他也不会生理套房 但是他就长那个样子 他就是稳定的一间大房间 然后地点也不错 地点也可以啦 那当然他离地上是相当也远 但我觉得那间就是一个稳定 然后Lounge当时没有Lounge 这样就好了 就是心里 就是平衡抓好 你就去那间就蛮舒服的 但这一间至于旁边附近的安达市 我就觉得安达市 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很多的料或什么 你会觉得说他不会那么廉价 所以安达市我也觉得 有一点点 东京这两间 这几间的顶尖饭店 别人觉得顶尖的饭店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 可惜 我是认真都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这种可惜是建立在 我对于这两个品牌 我都有一点点觉得问号问号 就安达市到底表现的是什么东西 我目前住过最满意的安达市 是布拉格安达市 那间我就觉得很漂亮 而且我知道他在干嘛 新加坡安达市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虽然很多人说很棒 当然东京安达市 也很多人说很棒 但是我有点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我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成体来说 如果你今天是不看价格 东京安达市跟 Edition 东京艾迪逊的话 我会选安达市 我一定同样价格 或者是不管价格 我会选安达市 但是如果今天是不管价格的话 我觉得你要不要直接去注 什么四季算 就是有一点点尴尬 有一点尴尬 所以这一间坦白说 我不会把它定位在一个 我觉得它是价格很奢华 真的很多东西 我都觉得很怪 好 那我们先讲价格 我刚刚是7万4左右点数 那用现在的限价去算的话 可能是请0.2 0.25 这样之间 所以大概其实我可能也是花了 我再数算一下 大概1万7 1万8台币左右的万好点数 那如果你现在自己去预定的话 应该基础房都是2万以上 基础房都2万 所以我才用点数订 这很简单 为什么点数订 因为点数便宜 那这个自己大概去抓一下数字 然后不要在这边追我 所以什么 都有什么奢华饭点 对啦 对啦 你最棒 然后是说 当然如果你本身有85K的房券 我觉得住这间 你比较不会头痛 因为上一次就是用85K的房券 去住这一间 我就觉得 我是用房券住 要不然我会生气 我是认真卫生气 那我自己是觉得最讨厌 而且最挥之不去的一个点 就是 它的房间地板是空心的 它的空心是很空心 是认真很空心 你会觉得 这下面是空的吗 这个地板会不会垮掉 这个感觉 我不喜欢 我真认真不喜欢 因为 我在那边走路 我穿着我鞋子在那边走路的时候 我会听到 扣扣扣扣扣的声音 我想说我不是穿什么皮鞋 我就穿我平常布鞋 我住万峰的时候 都不会听到这个声音 我住Markie都不会听到这个声音 我住Addition会一直听到这个声音 还是这个是什么潮流吗 不可能 我也住算是够多犯定 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上次做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次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先讲一下 我这次是先订了基础房 然后我用套房券压上去 太金的会即将压套房券 然后我选了前面三种套房 我就把前面三种全部按 他在大概入住前的三天左右 给我confirm了一个premiere suite 其实是我可以按到的最高的套房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东京 爱迪逊的premiere suite的价格 其实已经相当相当的可怕 他的基础房就是两万起跳 如果你今天是premiere suite 不是premiere room premiere gas room 那种就是比较高级的高级房 一般客房 然后你在套房这边 套房券你可以压到suite 然后再来再上去 还有premiere suite 再来是premiere suite 这上去应该就是terence suite 就是我一直讲成telorswift的那一个 就是阳台套房 那这个premiere suite的话 我是那时候压上去 那个价格premiere suite大概是 三万五到四万左右 三万五到四万台币左右 那我在入住的前一天多 然后我就看了万豪的这个app里面 我发现我被升到的一个套房 叫做这个阳台套房 terence suite 就是这间套房 那这间套房当天的 就是后来查一下几天的房价 大概是十万块台币一个晚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前一次入住addition的时候 我是被升到基础房 基础房升到基础房的塔景套房 塔景房没有套房对不起 就是我小生一等到塔景房 那他们所有的房型都有 分有塔景跟没有塔景 所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我个人觉得有塔景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 我个人就觉得你都住这边 就是要住塔景 不要再 不要说你今天住这间饭店 然后你觉得说塔景没有关系 我要套房 其实我坦白会觉得 他们一般房很大 一般就很大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或者是说你都住这么贵的饭店 你可能跟朋友跟家人跟什么的 那个塔景是蛮厉害的 我建议要住 我建议就是住塔景 宁愿其实一般房的塔景 可能我会 还会比较推荐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跟基础套房 然后跟塔景的基础房 我会选择塔景基础房 那这个是平心而论的推荐 但如果你今天跟我研究 只是要开一项 这个他们高级的房型的话 像这个阳台套 阳台套 我住的这件阳台套 是没有塔景的 是没有塔景的 所以有阳台 好像也不能干嘛 因为就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很奇怪 那个阳台很大很大很大 那这个是运气好 我在入住的时候 他check in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说 通常其实不会升到这边的 那就是因为今天这个premiere suite 都会爆满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在check in的时候 看了一下 他们的app 大概是套房以上 基本上都满了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被挤到这个阳台套房 那我也没有看过 有我认识的 有开箱过这一个套房 那如果这间套房再上去的话 应该有一个阳台套房的塔景 但我不确定 然后再上去有个penhouse 所以再上去就是 他们最贵的房间 就是俗称总套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体验一下 就是他们就连这个penhouse的话 就是有towerview 就一定会有东京铁塔的塔景 那penhouse的价格 大概会在35万左右 台币以上 所以就很荒谬 就是非常非常荒谬 那我这次算是人品爆发 但是人品爆发 其实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你知道就是唯一一个人入住 所以不但我跟我朋友入住 那这个朋友也不是什么 就对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最后就是 在这边用的东西 然后那个餐桌 那个餐桌大概 那个餐桌是八人桌的餐桌 那个八人桌的餐桌 这个八人桌的餐桌 并不是说什么 这个餐桌的短边 这个长风行的餐桌 短边可能坐个人 然后再有八个人 不是 是短边不坐人 然后这个是有八个人的餐桌 那这个我的亲爱的同行的人 也没有问我什么事情 就 他好像有问 他就说他可不可以把这个心理箱 放在这个桌上 我想说 我好像没这样干过 不过他就放了 好随便 反正这个桌子就变成心理箱放置锁 那当然像这个桌子 我本身觉得它质感也是没有很好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是DAPI 就是很怪 怎么摸 你觉得怪怪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地板一样很空 然后当然它这个在冰箱 冰箱就是不是一般那种 没有加州级的冰箱 这个还不错一个冰箱 里面也是满满的饮料 或什么的 那因为我们我自己 我们有习惯喝的饮料 所以像我们就只喝了可乐 这样基本上就没有碰 所以里面其实饮料是蛮多的 也都是应该都是免费 然后再来是睡觉的地方 那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King Size的床这边 它也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视 但是这个电视真的是无敌大 我可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电视 就可能有80吋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不常看电视 所以这个电视我本身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电视的正下方就是他们的书桌 然后把所有的书桌进来放在这个电视的正下方 所以这个电视它一定会离墙面 会有一个距离 可能一个15到20公分的距离 所以我如果坐在这个书桌上面的话 我就会离这个电视很近 所以我觉得蛮怪的一个设计 那他们除了这个比较像一样的工作座以外 其实就没有工作座 你就要坐到餐座那边去 但餐座那边也没有做一些插座 你不会做那种什么地向型的插座 让你做完全没有 就是餐座就是一个空性地板加上一个 没有看起来没有很奢华的餐座 然后有八个座位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能就是这个房价 这个地段怎么会这个样子 还是这真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子楼下不会觉得很吵 或什么的 那这个是我一直黑人问号的一个点 那当然它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阳台出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景 反正就City View 他们其实说这个叫City View 那因为我们入住的隔天其实是台风天 所以很精彩 外面就是我们打开窗户的同时 就会看到这个外面是刮风下雨 这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当然外面的这个沙发 什么东西也没有飘起来 因为我们到时候 大概台风也在刚笼罩过来而已 这样子 那讲一下浴室好了 浴室的话 备品 完蛋了 我是备品 备品是对Edition他们的 就是Lelabo对Gate Edition的特别方案定制 这个红茶口味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报价的 它是有一个报价的 我已经忘记那个价格 但是有人有问我 有人问我 那我有把它放在 我有用这个忘号的app去问了一下 这个他们这个是怎么报价 因为有人想买啊什么东西的 那他有 我把它放在我IG的限动里面 限动的精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 我个人是觉得是合理价格啦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9000日币吧 这个有可能错的 有可能错的 那我自己就是 我就直接拿走了 我就直接拿走了 那它如果要报价 应该会自动报价 对 想说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我拿走了一罐 这个洗头的跟洗身体的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这个味道 之前这个味道是可以在亚马逊 这个美国亚马逊买到 直接买到Edition的这个味道 但是现在买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有点难过 那之前有听众跟我讲说 国内有什么一个网站 它有在卖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这样子拿来的 所以大家自己去选择一下 其实虾皮有很多人在卖 虾皮有人在卖 那个散装的胶囊 散装的咖啡胶囊 你觉得怎么来的 你看一下它的其他卖场 就知道 它连拖鞋都拿 所以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这些行为 跟这些讲法 一定会有人觉得说 你都已经这样 你还要拿这个东西 对 没有啦 就是我告诉大家资讯 那要不要judge 我是随便你 我是随便你 因为我没有很在乎 因为我是连水都拿的人 对 我把Edition的水拿走了 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然后 或者给大家一些资讯 其实我可以不讲 其实很多东西 我都可以不要告诉你 我是说 我就不要分享 但 我也是 我就是普通人 我就是正常人 这样子 然后 我就爱干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 我也只是个大神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 因为曾经有人很认真问我说 小杰这东西到底可不可以拿 你可以出一集 什么东西可以拿 什么东西不可以拿的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都不拿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你拿了你就要有心 你心理准备 它只要不是一次性的 你拿了 你就是准备要被charge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会被charge 所以 而且你在刷入住的时候 会有那个deposit 那个东西 它是可以随便扣款的 你即使刷了1万块的deposit 它可以直接扣到1万2万 都是可以的 还有那个预先授权 并不是说 它只是在里面扣 内扣 不是 它其实有办法可以扣到 超过那个价格 所以 我个人认为 你今天是一次性的东西 一定是都可以拿走的 那如果一件是小罐的瓶装 也是可以拿走的 小罐瓶装值 可能是100ml 像那种 你看起来就是 就是这种 或者是这种肥皂 当然是没有问题 如果是用大罐的 什么2-300ml 那种按压式的 我自己的评判标准是 如果你把它定在墙上 我就不会拿 想说 你如果 你一定铁了心 要把这个东西定在那边 我当然就不会拿 如果我要拿的话 我就是急一点 如果今天它是定在 它是放在某个位置 然后你很喜欢 它是没有定在那边的话 我可能 就会看我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我会去找一下说 这附近它有没有写 说如果你拿走 要付多少钱 那个钱如果OK 我就拿走 它自己再继续去扣 因为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做法 所以我自己 我只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有预先准备 它是会扣你钱的 如果你这样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拿吧 就是这样的 我不喜欢就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可以拿 那个东西可以拿 因为有些东西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很多 其实有人拿过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像浴袍 可不可以拿 其实当然是不行 毛巾可不可以拿 当然是不行 但是 你拿它会扣钱 毛巾好像没有标价 浴袍有时候会有 所以但是你要 我这样举个例子 浴袍 完蛋 这集是不是 被我展开 浴袍你今天拿 你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去判断说 如果今天是房屋 我要怎么经历 发现说 这个浴袍不少了一件 可能就是这个房间 刚好有两件 所以少了一件 好这样子可以cost它一个 那这个房屋 它还要帮你去 它还要帮你去打这个仗 这是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是说 如果今天它有 假如说它有泳池 这个泳池 可能它有附测 这个冲澡的地方 但冲澡这边 它其实会给浴衣 它也一样会给这个浴衣 浴袍 那如果假设 你今天就去这边 然后洗了一下 然后穿了一件浴袍 然后回家里 回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 就回房间里面 你就有三件了 那这样子 你拿走它会知道吗 而且又不会知道 所以我坦白说 这种东西就是 你自己 你自己觉得OK就OK 好那 这种东西 有很多很奇怪的 我觉得 我当然是不会鼓励 但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些事情的话 也不能怎么样 那饭店 这种人遇到多了 他们就会把东西定在墙上 或者是 明码标价说 如果你今天拿这个浴袍 我只要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现在就是还在这个灰色地带期间 然后很多饭店 有明码 有些饭店是没有 那大家自己就自行评估 那如果今天是一次性的 牙刷牙膏 都不会有问题啦 吹风机 当然不行嘛 怎么可能 所以大家自己选择 然后自己 就是自己选择 自己的这个 这个底线在哪边 然后我也不会跟你 有个道德的长城 跟你说 这个东西不能拿 没有 其实很多人都拿 然后网络上还卖到一大堆 所以就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觉得 有纪念价之后 我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在拿 因为 因为像 Edition的袋子很漂亮 Edition的纸袋很漂亮 全黑的 当然我对于黑色 是非常非常的喜爱 它有个黑色的纸袋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会给我一个黑色的纸袋 这样我以后 就是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装这个袋子 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 也有那种洗衣 不是洗衣袋 对洗衣袋 他们洗衣袋 也是全黑的 他们鞋带 就是装鞋子 皮鞋那种的鞋子 带子也是全黑的 那个我可以装很多 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那个我都会拿走 因为Edition 全部东西都是黑色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 这个饭店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很多东西 就搞得非常非常的装逼 很做作 像是 这种饭店 他们会给那种刮壶泡 他们刮壶泡不是那种 那种小小罐的 或者是说 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 什么 很像是牙 很像是牙签的那种包装 也不是说 他这个 怎么讲 讲简单一点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一个刮壶泡 是 是暗出来是会 是真的是白色一坨泡沫 是真的是一坨泡沫 他不是说那种挤出来 可能只是很像乳霜的东西 你知道吗 那种你真的要挤出来 是泡沫 那里面的东西 虽然那也不贵 外面买一瓶 大概两三瓶 还很大瓶 但是这种小小的 我就会拿 我就一定会拿 那我就可以以后 因为我会常 我一定会带刮壶刀 那我就需要刮壶泡 因为我不喜欢用那种 我不喜欢用那种 长得很像乳液的刮壶刀 刮壶泡 那种刮壶 那甚至不叫刮壶泡 那刮壶叶吧 很难用 那刮我想说 哇我真的 我觉得我在 我就在挂自己 所以这种刮壶泡 它真的是起泡的这种 完全就是一坨白色 很像是鲜奶油 这种我觉得最棒 那通常在比较贵的饭店 比如说像柏越四季 这种 或者是像Addition Addition就有 那Addition它的外包装 是全黑的 知道吗 如果它四季柏越 我印象当中都是 米色的 都是米色的外包装 它就是全黑的 你就知道 你细节明明就顾得了 为什么很多奇怪的地方 你就不顾 我觉得蛮怪的 反正 Addition就是一个 我理论上 我会喜欢这个品牌的风格 但是怎么样都可以 找到这个品牌 有一点点奇怪的地方 或者是不match的地方 就是好怪 我应该喜欢这个 但是什么小细节 好像有时候注意到 有时候没有注意到 这是可惜的部分 那像 那我就觉得像柏越 就比较一致一点 就是 这可能也是跟店有关 我可能再多去一点 Addition 可能会比较 可能会比较 比较适华一点 好 那他 我这样房间 应该就差不多讲完了 那整体来说 我还是维持跟上次一样的评比 就是说 你当然有套房券 这边非常非常 这边相对来讲 应该是好生套房的 如果有套房券 没有套房券 你就不要来开玩笑了 如果你今天有套房券 你就在这边压 那我会推荐 我会推荐你来 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套房券 我觉得你就做好心理准备 你就是不会被生套房 这样子 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期待 那房价多少钱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评估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要我花一万把 然后去住这样子的东西 我一样我会继续住 新城白河住两个礼拜 这样子 就是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是我的选择 但是 因为我很常来东京 那如果你这样偶尔来住一下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不会太 这边一定是还是相当不错 然后他们早餐也很不错 他们早餐是很不错的 那他们的早餐跟酒吧 都是在面塔景的那一侧 面塔景那一侧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即使没有前住在这边 我都建议你可以来喝个酒 你可以看到这个塔景 是真的蛮漂亮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获得这个塔景的一个方式 就来喝酒 这间讲酒 我上次已经讲 我上次应该有讲过 但我其实现在没什么记忆 对这间的酒 我是没什么记忆这样子 那大概就这样 早餐不错 早餐认真不错 我有点意外 我有点意外 那早餐这边再补充一个好了 早餐这边的话 如果你因为 太金白金什么东西 都没有付任何的早餐 但是你可以又问一下 他有个早餐的特惠价 他有个早餐特惠价 蛮便宜的 那个早餐价格 我是觉得是可以吃的 那你就问一下说 如果我们想吃早餐的话 大概有没有这个价 就是大概是多少钱 那他就会说 I will have a special package for you 这样子就对了 那这个也是感谢 我忘记哪个听众的提醒 就说这个早餐会有个特别 我想说怎么可能 还要问吗 就是因为我通常就是 如果你不是免费早餐 我是不吃的 但这次我又想说 因为我们那天隔天台风 所以我想说 那就在早餐时间 然后就是吃一下 然后准备去机场这样 所以就硬是就是去了 吃这个早餐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早餐的水准不错 那如果这个特惠价格 我是愿意再吃的 那我上次是没有吃 就跟大家补充一个特别价格 但我忘记了 大家自己去问一下 柜台 或者是用这个万豪的APP 入住的时候去问一下 好那整体来说 一样一样一样 就是 套房券可以 套房券的话是可以来住 那至于这个点数 多少钱你觉得可以 我七万色是满低的 我七万色其实是满低的 所以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 那东京的饭店 我几乎没有 东京的奢华饭店 我几乎是没有那种推荐的 我是没有那种 可以无脑推荐的 东京奢华饭店 就是这种比较贵的饭店 我都没有办法推荐 因为我都觉得不值得 我都觉得 真的吗 真的这个价格吗 这个鬼价格 我真的对于东京的房价是相当不理解 那这次我住 我等于也是被升到一个十万的 我还是觉得 当然它很棒 它房间非常非常大 可能有四十平 但你还觉得说 会不会花钱住 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那如果未来要来入住的话 我一定是套房券 一定是因为也先压好 这一定让我确保 我套房券会升 如果没有升 我就会取消 但是这种感觉 所以给一些 如果还在观光 要不要做addition的人 那我觉得东京的饭店 我就跟你讲 我overall的评价 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推荐 东京的奢号饭店 因为我都觉得 每一间都有一点点问题 或者每一间都有一些 性价比真的是蛮差的 那我就 我自己个人的哲学 都是在东京 不会住什么太贵的饭店 所以就是 就其实就这样 因为真的太贵 真的太贵了 是我 我真的住不下去 我今年 今年我在东京的 Comfort Hotel 我住了15个晚上 今年现在是8月结束 我住了15个晚上的 这个Comfort Hotel 就一间饭店 我住了15个晚上 所以 所以你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本来的哲学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 就希望不要再被误解了 很多人在误解我 那大概就 大概就这样了 那我觉得日本有很多 尤其东京有很多 这种他们自家的连锁饭店 那如果你真的要到 国际连锁饭店 那个是贵上加贵上加贵 非常的可怕 那我是 如果我不是这种点数 或特别日子 像这次是 跟这位美女 然后一起出来玩 那我想说 那没有关系 就来压一压 因为 我真的会跟别人 出来玩的时间 真的太少 真的少到一个 少到一个 现在有人来 我就说 好套房券压满 这样子 所以我这两个住宿 全部都套房券压满 那原本我们住宿的预算 也是 也是没有到那么那么的高 但是一样是 这样是压一压 你看这个第一晚第二晚 变成两万五一个晚上 两万五个晚上五万 然后再来加加 最后一个晚上 被升到这个阳台套房 所以也是十万 我们总共住了十五万的房间 这个讲起来是十五万的一个住宿 只住了三个晚上十五万 非常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奢华 但实际上我们用的价格 我也是都跟他讲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对什么饭店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我们节目 有没有 其实你有讲过 其实蛮多都讲过了 那我都会讲价格 我都会讲怎么换 这个比节目优 我觉得还行的一个传统 就是我们都会告诉我怎么换 我根本就没有在偿私 那就是没什么好长的 然后也跟你讲说 我是怎么样升上去 我不会跟你讲说 我今天入住了什么东西的 副总套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样子 然后其实你就算点数换 然后接下套房券 然后讲的 讲的好像这个是你现金入住一样 就是 没 不需要那么低能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这样做 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 因为这些人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这些人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但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怎么做 那你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跟一些推荐 因为这间饭店蛮多人在观望的 它在价格太高 也很多人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换 其实这两间饭店 我个人都觉得还可以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周记 不是说这两间比起来 是因为我觉得那间价格比较合理 而且它给的东西很多 但是在周记就是 在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 连早餐都没有 连早餐都没有 有可能是我 可能 可能这个 贡献度不够 或什么的 那大家自个儿评断 那就讲到这边 我觉得东京真的是一个很难讲的城市 东京这个饭店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讲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我 大家发现我会很常跑东南亚 就是因为东南亚 便宜又大玩 那东京的话就随便乱住 这样子 好那这里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我的小姐我们下期见拜拜